创世纪第十三章 亚伯兰带着妻子和所有的一妾以及罗德一同从埃及上到南地去 亚伯兰有很多牲畜和金银 他从南地一站一站往前走 到伯特利去 到伯特利和爱城中间 就是他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 也是他逐头一座祭坛的地方 亚伯兰就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和亚伯兰同行的罗德 也有羊群、牛群和帐篷 那地容不下他们住在一起 因为他们的财物很多 所以他们再也不能住在一起 牧养亚伯兰牲畜的和牧养罗德牲畜的起了纷争 当时江南人和比利喜人还住在那地 亚伯兰就对罗德说 你我之间切不可纷争 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之间也不可纷争 因为我们是至亲 全地不都是在你面前吗 请你离开我吧 你若向左 我就向右 你若向右 我就向左 罗德举目 看见约旦河整个平原 直到索尔 都有水灌溉 在耶和华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之前 这地好像耶和华的园子 也像埃及地一样 罗德选择了约旦河整个平原 于是向东移动 他们就彼此分开了 亚伯兰住在江南地 罗德住在平原的城市中 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 在耶和华看来 索多玛人是罪大恶极的 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举目 从你所在的地方 向东南西北观看 你看见的地方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我要使你的后裔 好像地上灰尘那么多 若能数算地上的灰尘 才能数算你的后裔 你起来 纵横走遍这地 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于是亚伯兰渐渐挪移正棚 来到西伯伦曼丽的橡树附近 在那里居住 也在那里为耶和华 筑了一座祭坛 好 最后裔